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从损伤的情况来看 也可以排除疾病 机械性窒息 以及所检查的毒物 就常见的毒物证都死亡了 这情况可以排除 据此分析的我们认为 明镜与点栏目 符合头部受到对性热力作用 导致猪网膜下枪出血死亡 有记者问 猪网膜下枪出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猪网膜下枪出血 就是指在大脑组织和猪网膜之间的一个血管破裂而引起的出血 那么猪网膜下枪出血的原因 一般来说可以分成 自发性 这个病理性 致猪网膜下枪的出血 如果没有这些 病理性的基础 那么 同时 他如果这个人的头部 受到这个 打击 受到外力 那么可以造成 猪网膜下枪血管的破裂 引起猪网膜下枪的出血 有记者问 事件结果是否能看出死者 是否有吸毒史或酗酒史 第一个 所送血液中的乙传含量为0.13毫克每毫升 所送血液 外业和头发 军位检出 当以喜马飞 马飞 贝稳钉 六安酮 加急本炳安 和二亚甲基 双氧 安非坦 坦尼 就是MD MA 这些审判 六 所送外业的 未检出 四星 大麻酸 这是一个大麻的代行物 发布会上 市公安局副局长 卢洪喜 通报了近期 网上对101案件 提出的一些疑问 网上称 案发地附近铁路局楼顶上 还有一摄像头 所拍摄的录像 没有公布 卢洪喜说 案发后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带领死者家属 到安装摄像头的铁路部门 了解情况 据铁路部门介绍 该摄像头 为单位安全监视所用 没有录像功能 且范围只限定在 该单位楼下的停车场 前一段时间 有人恶意在网上炒作 死者家有很深的社会背景 目前 公安机关已对原始发体人 做出治安处罚 网上所称的林副手机 被公安机关监听这一说法也不属实 陆鸿喜还对 涉案六名民警的下一步处理情况 进行了通报 根据实检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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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李峰,哈尔滨市公安局县化分禁民警王金刚,哈尔滨市公安局警告制度民警李鲜宇,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制度民警聊,依法变更强的措施。 这是本台报道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